疫情这一年只能够在线上上课 孩子的学习没有被延误 云端教学需要花心思备课 任文老师同样是在成长 科技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用科技方面 因为不能够近距地接触 所以我们就是独立地研究 在做的时候就一直脑海想着说 要用什么的方法让孩子能吸引他们来 然后又可以让他们可以听得懂 所以这会比较要花花心思一点 一同走过这一年 结业结丽在云端相聚 心愿更有力 我们可以把这个哲学学校的 这个教育制业体呢 更能够说 获得更加的贴心 期待能够真正相会的日子 相信也会更加珍惜 这段学习的经历 大约新闻王素月 王哲卫 马来西亚报道